利用松果、檳榔种子、蚁人 做出来的火鸡真的很应景 姐来做这个火鸡很应景 回去还可以跟孙子玩 真是很好 这个课程很不错 尤其对我们老年人来说 可以手脑并用 而且也可以交到新朋友 又可以学到很多好东西 跟着手作达人将想象力奔驰 引发长辈们在诗囚书院联合理名活动中心 动手动脑享受DIY的热趣 借由这些活动 让一些比较少在动脑的一些长者 严婉师自己做起来 我是觉得蛮乐在其中的 仁爱乐林学习中心走进社区 开设多堂趣味课程 像这种子DIY 可以将芒果的种子变成狐狸、兔子 酪梨的种子变成天鹅 槟榔种子变成奇少把的飞天小魔女 只要花点心思 生活就会变得很有趣 那既然我们平常身边有看到那么多的 那个树木的种子都掉在地上 很可惜 为什么不废物利用 所以就想 然后就是依据那个种子的形状 然后就想 它可以做什么东西 透过这些DIY的创意的动作 你看哦 这是火鸡 那月万圣节到了嘛 然后这是天鹅 那这取材都是植物或是果实 那通过植物跟果实来取材料 然后又环保 然后又热灵的学习 所以这种DIY的手作 让他们在学习中有很多的乐趣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热灵的朋友 都能够来热灵中心学习 做一个快乐的生活 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 营发长辈不仅享受了手作的乐趣 还锻炼了手眼协调的能力和创造力 更能体验美好的生活 记者蔡小军 七龙报道 七龙报道 感谢观看